也是喔 剛剛可以看我 大人我有點想像的面子 他們在這有點像MV的拍攝 也是採用著就是後現代的方式 就會結合了古典的繪畫 那繪畫呢 他的作品也是來自UFA 他們這個團體喔 那陳文他本身是漢文 可是呢 他跟張樹穎現在都定居在台東 那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雖然不是人 可是他們發現他們兩個人不適合住在都市 所以他們已經長住在台東還有長一段時間 所以他們的創作元素呢 其實都回到很多大自然的根本 那為什麼大家也會好奇啊 就是為什麼要用這種電音的組合 原因就是UFA他們在受訪的時候有提到喔 因為他們發現電子樂在一些重複的一些節奏 就一直不斷重複的節奏 其實會讓大家出神 很多讓King眾多都會出神的一個階段 然後進入到一個自我的狀態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的現代樂 會結合電子樂器的念念 那再來呢 就是他們表示說 很多的傳統樂器 樂器 像是原住民的樂器 他們並沒有辦法做出現代的科技所發出來的聲音 所以他們很大膽地去嘗試用這種古典跟現代來做一個結合 好 那在網路這邊咯 等一下看到這個茅草路 這其實不是一般的茅草路 這個本來自於我們剛才提到的這位南美族的提供人 他是會谷 會谷呢 在這裡就可以跟大家非常獨立 跟大家介紹一下他的來歷 所以我們要來和我 我們來和他們的家人 我們來看他們